這邊的話,那我們來看一下,Protect,比如這個我把它做保護好了,比如說,第一個好了,那我把它做一個保護之後的話,那這個時候的話,裡面的資料就會被保護住了,OK,這個好,這裡面有資料,然後把東京這個做保護,Protect,OK,那再來的話呢,我們來看一下,基本上,這裡面的資料,如果你今天要做輸入的話,是不行的,它會提示說,你要變更的, 這個圖表已經被保護了,那除非怎麼樣呢,一般人當然會直接想到,欸,教育裡面有個什麼,取消保護,對不對,那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呢,除了從這邊之外,你程式要怎麼取消保護呢,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有個叫做,Protect,其實這個功能跟這個是一樣的,OK,所以這邊的話,把它取消一下,OK,你會發現這個也會取消掉了,那再來當然的話,這邊有個保護的時候,同時可以 你可以加一個Password,你後面可以加一個參數,參數的話呢,就是Pass,假設是這個好了,那如果把它執行一下,OK,這個東京一樣,保護一下,OK,這個時候的話呢,欸,如果使用者,他要去取消的時候,你會發現喔,他會跳出什麼,密碼,所以喔,如果他不是要密碼,當然就沒辦法去做,取消保護的動作,那我們當然底下的話,有個 Protect,一樣喔,可以直接傳給他一個Password,這個地方的話,你可以不用加Password,試試看,直接傳給他一個Password,OK,你會發現呢,保護就取消了,這個後面的話呢,直接傳給他一個Protect,然後呢,去把它做一個取消的動作就可以了,那當然喔,你如果要全部的工作表,通通都要什麼,通通都要保護的話, 那你一樣,可以for each,或者for i 等於,for i 等於1到sheet.com也是一樣,然後呢,全部都把它Protect,全部保護了,這樣全部全部都保護了,或者你後面還可以加密碼,那要取消的話也是一樣,怎麼樣呢,再跑一個回圈,全部都取消了,OK,這個是取消保護,保護跟取消保護的方式,我想各位試試看,畫面先還給各位,試試看,這個保護跟取消保護的方式,我想各位試試看,畫面先還給各位, 解除跟解除